因為疫情全臺灣都是三級的境界 有哪讓我們的來處市場受到嚴重影響 建設部相信的報告五月開始 這疫情請餐延續和參與疫苗相受影響 不過這次疫情有哪讓這個網路 比實體統路這營業經驗多這麼多 全臺灣疫情三級境界 民眾比較不出門 這麼多相關都看不到人 尤其是三八次 像照明的景點高分的老過 這麼多點都提問以為無作勝地 整個月不算是空閃 經濟部尚心的調查 全世界的經濟回升 製作業今年第一個月三年已經提款 民修和產營業 以及到四個營業業 已經都超過十% 嚴後五個疫情營中 民眾比較不出門 這麼多營業各自助停營 現在是所謂營業時間 固定的影響未來營修的表現 這一次其實比較會有衝擊的 大概就是餐飲業 呼籲企業不要輕易地支撐員工 那政府一定在某些的紓困方案裡面 會提供資源 尊重台北市一直到5月27日 有超過五百經事業單位 兼頒休息 影響超過4,000人 而且只有五個就七十二斤 路動局說 六天可以申請安心住院計劃 老闆由充電載出發營輸勤措施 行政局也有以國上管理業者 提供三上消息的觀渡 我們會有一個電商輔導的計劃 來協助我們的業者 他把他的商品轉為 可以線上購買的形式 之後會在我們 就是我的新北市Lite的官方帳號 設置一個專區 協助這個商訊的業者 在線上露出他們的誘惠 經濟部分析 疫情會擴充社會專營跟地匯機械相機 另外 領事業的山上訴求 包括五三九處的服務 也會順勢成長 每一個行業都會各自相辦法 在疫情的時段 切到各自相準的出路 記者綜合佩渡 是否認同 在商訊行業的? 期待會開啟動